杭州 杭州 如一幅山水画卷 坐落于中国东部 被誉为人间仙境 这座城市以自然景观 千年文化和宜人生活而闻名 古街巷和传统建筑 展现着历史底蕴 西湖如明镜 倒映着柳树和古塔 夜晚的灯光营造出浪漫氛围 雷锋塔 月庙 宋城 等等景点展示着历史和文化遗产 让你感受古人智慧 杭州是自然与人文相容的城市 具有独特魅力 来此 体验古语县的交融 感受美与人文气息 现在 请跟我们一起前往 杭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西湖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湖泊之一 如同一颗明珠 镶嵌在杭州这座千年古城中 踏上西湖畔 你会被它宁静优美的风景所折服 湖水宛如一面明镜 倒映着周围的山巒 岛屿和建筑 构成了一幅幅如湿如画的景致 其中苏迪春晓 断桥残雪 三坛映月 双峰插云等景点尤为著名 让人沉浸其中 流连忘返 西湖不仅是一处自然风光的圣地 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湖边散落着许多古建筑和寺庙 它们凝聚着古代文人默克的诗意和智慧 在这里 你可以漫步于古迹之间 感受着历史的厚重和传统的韵味 而冬季的西湖 又是另外一番风味 走进西湖 湖水和林木间层层飘渺的薄雾 如着了青沙的曼妙女子 若隐若现 未走近 一种旷远的宁静 却突然直抵心灵 无法想象 几十米之外 就是车水马龙的喧嚣都市 而眼前 分明是寂静的山林 静美得有些不真实 雷锋塔耸立于风景如画的西湖湖畔 由吴越国王乾红处因为王妃生子而建 如今更多是因为白蛇传而闻名 雷锋如老纳 宝处如美人 他高耸入云 巍峨壮观 给人一种庄严而威严的感受 塔身巧妙地融合了木结构和砖石结构 展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精湛工艺和美学价值 雷锋塔与宝处塔阁湖相对 呈现一壶硬双塔 南北相对峙的美景 每当夕阳西下 塔影横空也有一番景色 故被称为雷锋西照 登上雷锋塔 可以俯瞰杭州市区和美丽的西湖风光 在塔顶远眺 湖光山色尽收眼底 令人陶醉其中 塔内陈列着丰富的历史文物 和文化艺术品 展示了雷锋塔 作为古代佛教寺庙的重要地位 雷锋塔不仅是一座宏伟的建筑 更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珍贵遗产 它见证了杭州的历史沧桑和文化繁荣 是人们心灵追求和探索的圣地 来到雷锋塔 你将被其独特的魅力所吸引 感受到古老庄重的氛围 领略到中国古代建筑的壮丽和智慧 南巡古镇是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 它坐落在江南水乡的怀抱中 以其古老的街巷 精美的建筑和丰富的历史底蕴而闻名 踏入南巡古镇 仿佛进入了一幅古典画卷 青石板铺旧的街道上 两旁的民居保留着传统建筑风格 巧妙地展示着古镇的韵味 古色古香的街巷中 古桥流水、石雕木刻、门楼石方等文物古迹 无不展现出悠久的历史底蕴 南巡古镇也以其独特的文化活动吸引着游客 每年的龙舟进度、庙会庆典等传统节日 让古镇充满了喜庆的气氛 而丰富多样的手工艺品市场和特色小吃摊位 则让游客流连忘返 夜晚的南巡古镇别有一番韵味 古老的建筑灯火辉煌 宛如梦幻般的仙境 古镇内的茶馆、小酒吧、艺术展览等休闲场所 让夜晚更添浪漫和艺术氛围 千岛湖风景区是一处天然的水上乐园 这里以其壮观的湖光山色 千岛四花的景象和清新的空气而闻名 踏入千岛湖风景区 宛如进入了一个仙境般的世界 湖泊蔚蜜蕾绿、波光零零 湖中散布着数不尽的小岛 宛若一幅宏伟的画卷 千岛湖的景色多样 有陡峭的山巒、聪裕的森林和清澈的溪流 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大自然的魅力 在千岛湖风景区 你可以乘船穿越湖泊 探索不同的小岛 每个小岛都有独特的风貌和景观 有些被打造成了度假村、庄园或者主题公园 供游客休闲娱乐 你还可以尝试水上项目 如划船、钓鱼或者水上滑板 体验水上乐趣的同时欣赏湖光山色 总的来说 千岛湖风景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天然氧巴 更是中国大陆著名的度假圣地 层层叠叠的岛屿与湖面相应城区 构成了一幅令人陶醉的景象 太子湾公园以其浪漫的氛围 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拍摄场景备受赞誉 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看到不少拍婚纱照的新人和约会的情侣 让整个公园充满了浪漫气息 踏入太子湾公园 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 郁郁葱葱的树林环绕着湖泊 湖面上倒映着天空和周围的美景 宛如一幅绝美的画卷 公园内的花坛 草地和花草树木构成了浪漫的背景 为婚纱照增添了无限的诗意与浪漫 太子湾公园的各个角落都是完美的拍摄场所 湖边的拱桥 屈近通幽的小镜和石阶 都能营造出童话般的氛围和唯美的画面 花海 花坛和花廊散发出芬芳的香气 为新人们创造了一个充满色彩和浪漫的拍摄空间 在太子湾公园 每一帧都是瞬间的永恒 无论是在清晨的朝霞下 午后的阳光中 还是在夜晚的星光下 都能捕捉到难忘的瞬间 这里的宁静和美丽 将使你沉浸在爱的氛围中 留下一生难忘的回忆 西西国家湿地公园 是一处自然环境得以完美保护的宝地 它以其优美的湿地景观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宁静的氛围而备受赞誉 踏入西西国家湿地公园 仿佛进入了一片纯净的天堂 湿地草原 蓝天白云 湖泊和溪流交相辉映 形成了一幅令人心旷神医的画卷 茂密的湿地植被 水生植物和野花 构成了一个繁茂的生态系统 为许多珍稀鸟类和动物 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 在西西国家湿地公园 你可以漫步在趋近通幽的步道上 感受大自然的静谧与美好 湖畔的观鸟平台 是观赏各种候鸟和迁徙鸟类的绝佳地点 湿地游船则带你穿越水道 欣赏湿地风光的同时 聆听着自然的和谐声音 灵影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名叉 这个古老而神圣的寺庙 以其庄严肃穆的氛围 壮丽的建筑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而闻名于世 灵影寺不仅是佛教信仰的圣地 也是文化艺术的瑰宝 寺内的壁画 石刻和雕塑精美绝伦 展示了千百年来的艺术精华 在这里 你可以沉浸在佛教文化的海洋中 感受心灵的净化和启迪 灯灵影寺 你可以聆听佛教经文的颂唱声 感受禅宗修行的氛围 寺庙周边的山林环绕着 清新的空气和聪裕的植被 给人带来宁静和舒适 灯高望远 可以俯瞰整个杭州城 和美丽的西湖景色 宛如森林仙境 灵影寺是一处 让人心旷神怡的地方 无论是信仰者 还是文化爱好者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心灵的宁静和启迪 它承载了悠久的历史 和智慧的积淀 为人们提供了一个 追求内心平静与智慧的场所 来到灵影寺 你将被其庄严肃穆的氛围 所打动 感受到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 留下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 好了 以上就是杭州的一些必去景点的介绍 不知道哪个是您迫不及待 想到达的目的地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